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哇, 又是个 艳阳高照的早上啦 好快啊,元旦要到了 今天都已经是 30号啦 昨天晚上上了课 今天要做功课 哇, 这个功课稍微的有点 呃, 说难, 不是说难啦 只是要花上很多时间啊 因为到时候要写出那个剧本 然后到时候要拍成 呃, 一个一个视频啊 所以呢, 一个小视频啊 现在就是 等一下回去吃个早餐 赶紧的把那个 剧本写好 简单简单的写好 然后叫上去给他 给那个老师看 大家早上好 哦, 我今天一早 一整个早上回来了 就直接在这边 一直写那个剧本 哎呀, 这边等着 先先, 呃, 写了一些剧本 然后, 呃 不难啦, 其实 也是 ok 嗯, 给我弄完啦, 搞完啦 只是 人就是这样 想要追求完美 就写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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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其实不用写那么多 只是大概大概 写上去就可以了 我已经写好了剧本 还有其他的那些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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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该做的 我都做完了啦 啊, 就是这样啊 因为也是,今天可能会要,好像要教这些剧本,要给他们那些老师看 然后他再来跟我们批一下,说OK不OK,哪里要改进啊什么东西 然后到时候就可以拍摄了,那就不一样,那就慢慢学习吧 还有新加坡传染病中心也是带来一个好消息 所以今天第一位,有一位46岁的那个护士,成为我们第一位打那个冠病疫苗的人 所以今天正式启动了,那个疫苗的那个冠病疫苗的接种活动,就是从今天开始 所以现在是他们会先把这些医护人员,先是第一批来注射这些接种的那些疫苗了 所以呢,那个传染病那个中心的一个高级护士,他就是第一位,我们新加坡的第一位打这个疫苗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也是在等了,政府先把前线的人员先打好了 然后渐渐的再轮到我们 我们的应该是明年的下半年吧 应该是会是明年的下半年了 所以我们还不会说很担心了,因为新加坡政府控制的很好 还有前线医疗人员也是尽了很多力啊 好了,继续,工作了 还有稍微报导一下 昨天呢,又新增了13起新病例,全部都是输入型的 所以新加坡的总病例是58542起 总出院人数呢,也高达了58400人 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有37人 还遭隔离的有76人 因为隔离越来越多,因为是很多输入型的嘛 总死亡人数维持在29,最好是在维持,一直在维持29就对了 好了,这是新加坡的最新的那个整个冠状疫情的报导 哇,好快中午了 现在出来吃饭,我看到乌云 又有太阳 好像是要下雨啊,一会儿 现在去找个客户 拿点东西,顺便跟他吃个饭 停好车了 今天来这里 我客户在楼下等我,一起吃个饭 顺便把一些文件拿给我 我刚才忘了戴口罩,跑回去 这一档,就是获得了世界首位 荣誉米其林一星的那个小贩 它里面卖的全部都是这些 哦,卤鸭 卤面 那时候有在牛车水吃过 它牛车水有一间 可是我不想吃这个,我想吃点别的 因为我那个客户还没有到 他叫我先选,找个地方坐下来 我才让他知道我想吃什么 这个是什么 哦,日本餐 这个就是那个 Long John Silver 沙老爷的那个面条 没有了 还是吃香港道地的点心 天好运 还是进里面吧 在里面吃比较好 最后选择这一间南季 来这边吃包点还有其他的饭 这就是我的中午饭咖喱饭 我客户在那边盯,他不知道我点什么呢 进来超市逛一逛 买点吃的 放在公司里面 到时候肚子饿的话还可以吃点东西 我这边卖糖果的 我这边卖糖果的 那边开始卖那些 过年的东西了 这些全部过年的食物 你看看 雕果啊 这些 还有年的那些 过年的牛年 好了 从超市出来 买了这些东西 我客人也回了 现在是取车 回公司 看来好好笑 我跟客人讲 我拍他一下他死都不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想上京 因为很多新加坡人还不习惯 拍这些视频啊 在里面给人家拍 刚才呢 差点上错车 拍错了 拍错了门 哎 隔壁的那辆 看成是我的车 笑死了 吃饱饱回来了 今天其实一天都不是很忙啦 今天只是 回来 做了功课 还有一些东西 刚才刚刚吃饼饼 跟了那个客户吃了个饭 因为已经很多人都已经 没上班了嘛 所以呢 我也是回来赶紧把一些东西做完 好过年 对吗 你呢 那你们是怎么跨年啊 嗯 因为今年是疫情的关系吧 很多人 尤其是欧洲国家 美国啊 那些疫情比较 比较严重的都 多数都不能跨年啊 可是新加坡有啊 有11个地方 到时候会有放烟花 我公司前面这边有 到时候我们会回来这里 回来公司这边 在那边赏 那个烟花 回来是回来归回来 可是大家还是要小心 要做足安全措施 口罩要戴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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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